《泛氣功心》中的艾亞大嫂林明禎 聯同新加盟的演員Jeffrey魏俊生 和阿Dee何啟華在首映上接受傳媒訪問 對於早前透露會穿旗袍在新年期間借票 林明禎就說 是呀 現在都選擇旗袍 因為香港好像 我不是很熟悉香港哪裏有得買旗袍 現在正在玩 旺角那些女人街 不過要港價那些 港價那些可能兩塊錢要港到五十元 就是買二送 類似啦 要港價那些 那你會不會幫明禎選一下 我當然不會啦 只是旗袍這些東西 我選一選給自己 難得拿些錢出來洗到自己身上 我想我會考慮買一件 但不會穿給大家看 不需要期望大家 有藤妝 和明禎一起穿 如果借票的話 我會穿旗袍 他們會穿童中 自肥嗎 我和肥仔自肥 我和肥仔自肥 其實不是 其實是另一種 其實一點都不自肥 雖然很期望大家 都會看這個流量密碼的節目 看到那些台灣美女 但其實我們作為主持人 是看到你了的 真的 因為那些女嘉賓都很大方分享 究竟什麼帖子會吸引多些男士看 路邊的地方 我自己有問一些 關於地理常識 南半球 北半球 他們說原來是路側半球 會多些人看 我自己正在想練 所以我最近的胸部 都好像Jeffrey一樣 已經很肯定了